大家好,你們好嗎?我叫蘇上蓮,我很酷。我的家有四個人,他們是媽媽、爸爸、姊姊和我。 我的姊姊上十二年級,十七歲,今年百月她就要去上大學了。才週末的時候,我喜歡跟我的姊姊一起去看電影,但是因為我有很多功課,常常很忙,所以我平常睡覺睡得很晚。 我長大以後,想做建築師或者商人。我跟我的姊姊一起在Carrie Academy上學。我的學校有初中和高中。我們每天上午八點上課。我每天從我的家開車二十五分鐘到學校。 我每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四和星期五,才學校學中文。我中文老師的名字是李明安。我認識李老師的時候,我覺得他很可奇。 我很喜歡李老師,因為他是好老師,所以我覺得我今年學中文學得很多。每個星期一,我們有週考。我們每天都有功課,也常常有週考。 我才初中的時候,我才初中的時候覺得學中文很容易。但是我現在才高中,覺得學中文有一點難。 我所有的課都是50分鐘。我所有的課都是50分鐘。 星期一,我第一節是世界理事。我世界理事老師的名字是Steve Goldberg。我們現在讀中國。 我的第二節是中文。我的第二節是中文。 我的第二節是中文更理老師。第二節以後,休息十二分。下一節是自習。我才自習,措措夜。所以防水以後我有空。 我的第四節是中文。我的第四節是中文。我的第四節是世界美術。因為我們每天打電話。這一節才電話中心。我的第五節是世界溫水。 我們在這一刻看書看得很多。我平常不喜歡看書,但是我覺得有些書很有意思。 第五節。第五節以後上生物。我的最後一節是書水。這也是我最喜歡的課。今年只有生物課我很不喜歡。我平常下午三點半才回家。 因為我老想喝可樂。所以我每天喝一點可樂。